总统往11月30日选,加拿大石油的主要市场是美国,80%以上的石油都是卖给美国,但美国一直压榨油价,使得加拿大只能拿白菜价。 终于,加拿大不干了,不再当美国的廉价原油库,转而与中国签下订单,将石油卖给中国,为了预输方便,加拿大还出自45亿加元修剪石油管道,加拿大80%石油出口至美国,加拿大石油储量在全球排名第三,仅次于委内瑞拉和沙特。 截至去年年底,加拿大的石油储量为272亿多,原油产量为483万桶一日,虽然石油储量和产量都不低,但加拿大石油几乎只有一个买家,美国。 加拿大80%以上的石油都是出口到美国,加拿大每年运往美国的石油巨大,导致两国石油运输的压力剧增。 美国曾试图修建两条石油管道,来缓解石油运输压力,但都被美国联邦法院叫停了,其中一条石油管道,已经修建了60%,美国压架,俗话说,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加拿大的石油出口,就相当于是把所有鸡蛋,放在了一个篮子里。 由于加拿大80%以上的石油都出口到美国,出口市场单一,是的加拿大的石油在美国没有优势,反而一直遭到美国压价,加拿大的石油买到美国,只能拿到白菜价。 而且美国已低价进口了加拿大的石油之后,经过提炼,再以三倍的价格,将提炼出的成品油卖给加拿大,加拿大亏的不止一点。 再加上最近国际油价持续下跌,加拿大的石油价格也是跌到了谷底。 目前,加拿大的西部精硕石油价格为15美元每桶,而美国的WTI原油价格为50美元每桶,加拿大的石油比美国的石油便宜了35美元,任何人民币243元。 加拿大越三船石油游至中国,因为美国的压价,加拿大已经在逐渐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,转而看重中国市场。 据统计,中国在9月份进口了158万桶加拿大石油,10月份进口了218万桶,并且进口的加拿大石油数量还在不断增加。 加拿大在本月10日装了三船石油,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运至中国,目前已在运送途中。 并且中国目前处于炼油厂建设高峰期,而随着委内瑞拉和澳大利亚的重制原油的监产,中国炼油厂可供选择的重制原油进口国有限,预计中国之后将会加大对加拿大重制石油的进口量。 加拿大修建石油管道,为了更方便出口石油到中国,加拿大甚至决定自己出资45亿加元,修建一条从加拿大通往中国的石油管道。 看来,加拿大已经决定要放弃美国市场,转而投向中国市场了。 中国是原油需求大国,虽然中国早就放弃了美国原油,但加拿大石油比美油便宜了35美元,替代美油还是很不错的。 既解决了加拿大的石油市场单一问题,又让中国原油多元化,一举两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